所以剛剛我們的紅綠燈 我習慣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管三個燈 那三個燈最好一起動作 這樣子才不會說忘記關什麼燈 忘記關什麼燈會干擾 所以我通常會三個一起動作 所以這個亮紅燈 然後等五秒之後要閃爍 那閃爍的是黃燈是中間六號這個 所以這邊就全部關 但是只有黃燈是開的 然後這邊是全部關 然後零點一秒零點一秒 或零點二秒隨便你 看你要閃多快 然後閃五次所以我用重曝 把它包起來五次 那閃完之後要亮綠燈 亮綠燈 所以我就亮綠燈 綠燈是最下面這邊 所以最下面這個打開 然後這個就另外就關起來 這樣每一次的動作三個燈都管到 你就不會遺漏 就不會遺漏說 哪一個燈沒開到 哪一個燈沒關到這樣 好 那如果你覺得差不多了 影片就把它接起來 然後要一直重複 我就把它全部包起來 這樣子應該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你就可以試試看 點綠燈之後 你就看你的燈的動作 好 紅燈 然後快三五次 還忘記等待時間 好 所以你就可以順便 就一邊執行一邊debug 你看這邊忘記等待時間 所以它很快就漂過 然後綠燈一樣五秒 好 所以這樣子就會正常 好 那這個是我們一般正常 巡區的做法對不對 各位應該也都做到這邊對不對 好 那我們107年課綱 希望做一件事情 各位不曉得還記不記得 就是 看一下 叫運算思維 昨天有做示範給各位看過對不對 好 那剛剛 所以剛剛我們做的都是初階的 會寫程式啊 但是希望後來呢 把它模組化 把它模組化 所以各位請再修改一下 好 這邊 好 模組化跟模擬 還有 我們 重複的指令 我們用一個程序來封裝 那個叫抽象畫 所以待會 我們一定 有些重複的東西對不對 好 像這個都是重複的東西 請你另外把它封裝成一個小程式 然後用廣播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去處理 好 我們昨天有簡單做過示範對不對 來 各位試試看 好 這個就是進階了 我們看 程式會寫也不稀奇 要把它寫成 寫得容易閱讀 然後寫得就是有模組化 因為你東西模組化 才容易跟人家合作 就每個人寫一個模組 每個人寫一個模組 後面鬥起來 變成一個大的程式 好 所以這樣比較容易合作 所以盡量我們就是把程式寫成模組化 好 所以改一下各位的程式 好